我們同樣的東西 比如說我舉一些例子 我們之前曾經做過的 當然也是重點回顧一下 依邏輯 邏輯裡面在python裡面 我們是這樣寫 比如說我今天input的一個什麼年齡 給一個edge的變數 先存放 那我要判斷什麼 假設最簡單一重邏輯 比如說他成年 他是不是未成年 我想要知道他是未成年 就是未成年才顯示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 怎麼去 假設同樣的東西 在vba裡面怎麼去 去撰寫這個程式 第二個的話就是如果兩重的話 那怎麼做 多重的話怎麼做 你會發現其實在 這個蠻多地方他們寫作的方法都差不多一樣的 那只是說你要注意一下那個像標點 有些像標點符號 或者是說一個頭尾的一個觀點 那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做開發環境 當然在python 我們在python的開發環境上面 花了蠻多時間的 不過呢在vba裡面 基本上你不用去管太多開發的問題 比如說你希望 做程式開發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記得把那個 任何Excel版本 不過特別是有可能 2007跟 2010 放的位置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你現在用的版本 我們這邊用的版本 是2007 那他的位置 記得是在其他命令裡面的那個 常用這個地方 記得把這個什麼 在功能區 顯示開發人員 所有標籤 你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2010的話 他的位置大概是有個什麼 制定功能區 那你點進去 在右手邊會有個開發人員標 其實也是一樣 把這個開發人員標籤打勾 按確定之後 那就會看到這個開發人員標籤 實際上呢 如果你要開發vba的話 其實只要把這個打開 基本上你就會擁有 這個vba的開發環境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在python裡面會有那個什麼 utf8 unicode跟那個 就是cp950的問題 但是呢在 vba裡面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完全相容的 亂碼這件事情 在vba裡面呢 應該是找不到的 那這個當然是太幸福了 所以你亂碼這件事情可以先跳過來 再來的話呢 你有些程式 假如不會寫的話 其實 vba有一個特色 就是呢 程式不會寫 可以用錄製的 那當然呢如果你錄下來 程式一樣就是說他 幫你撰寫程式 寫出來 不過你寫出來之後 假如你要執行也OK啦 但是如果你要修改 可不可以 他實際上就是 幫你寫出vba的程式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像vba 在做一些 動作的時候 即便你不知道怎麼寫 沒關係你可以把那個部分 成是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呢 再針對你需要修改的地方去做 比如增加個變數 比如說你要下載的 網頁是有 1到48 1到49頁 那你可以怎麼樣 修改那個變數 其實就可以達到 你要的這個目的 所以有時候下載網頁 簡單的反而用vba來做 真的超簡單 按下去 他全部都幫你把 網頁上面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下載下來了 不用做什麼 而且呢 自動都在Excel裡面 你也什麼事都不用做 當然這是vba的優點 我想 優點 他的缺點 可能有幾項 我覺得 第一個 他是 商用軟體 那所謂商用軟體呢 就是 他要付錢 所以 那個MS 那個Microsoft 所以有人 氣稱他MS Dollar 就是反正你就要花錢 而且 台灣 每年付給那個 就是微軟的授權金 那個金額真的非常嚇人 超過百億的 OK 一家公司可以拿台灣 這麼多的授權金 那當然台灣也 政府也希望說推動的是 比如說 那個什麼自由軟體啦 像很多 Open Office 不用錢 Libra Office 也不用錢 而且功能非常完善 可是推了很久 還是推不動 最後大家還是習慣用 所以有時候習慣是很難改的啦 那當然 這東西 沒有辦法一朝一夕 去改變他 這個沒辦法的事情 可是商用軟體有商用軟體的優點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自由軟體 他已經拿了你的錢 所以他會幫你盡量的把所有的 可能你發生的問題 通常幫你解決 而且每一個改版 每個改版也當然有新的功能加進來 所以呢 在微軟 這個 VBA 其實 他出現的時間也相當的久了 甚至是超過 如果 我記得我至少使用他超過20年 這個東西其實 相對起來啦 穩定性各方面 應該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反正你只要遇到的狀況 幾乎都 都有人遇到 而且應該已經都解決掉了 所以基本上 他也沒有什麼 貪用 就是使用性上面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 所以第一個缺點 我覺得他商用要付錢 不過使用者付費啦 這個當然也合理 只是付的錢 感覺上似乎是多了一點點 那再來第二個缺點就是說 他不能離開eSale 離開eSale之後他什麼都沒辦法做 因為他是 叫什麼 VBA 這個A指的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eSale 也就是他只能夠在eSale裡面做開發 這些語言其實基本上基本的語法也是VB啦 以前那個V就basic的東西啦 所以如果你要寫視窗的話 那我就建議你用VB就好了 不要用VBA 那如果你要寫網頁的話 那你就ASP啦 不過現在沒有人用ASP ASP.NET 多一個 VB也有一個.NET 那DNET的話 基本上語法又跟以前VB稍有不同 不過 我覺得也八成相似啦 所以用來用去大概就差不多 所以 基本上他有幾個缺點 我剛剛提的這些 當然還有 可能有更多 只是這個我想 比較大的 我覺得 這些狀況 跟各位說明 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開發人叫出來 第二個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撰寫什麼呢 撰寫跟那個 我們之前寫過的程式 比如說像 Python裡面 去判斷一重兩重多 主要是這個啦 兩重或多重 一重其實好像感覺跟兩重差不多 那還有多重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該怎麼撰寫 那基本上呢 一樣會有一個input 一樣會有一個output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 那在VBA裡面 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用input 不過在 VBA裡面 你可以藉由那個 一個叫input box 這邊有一個input box 那輸出的話呢 在 那個 Python是用print 不過我們這邊可以用matchbox 不過 特別注意喔 Excel裡面不是只有input box或matchbox 你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Excel裡面做輸入 它裡面兩邊是可以互相相通的 OK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想我們先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裡面比如說這邊當然 請輸入年齡 60 60的話 應該是壯年 OK 對它會顯示壯年 當然 這邊 一次性的跑完就沒有了 請各位 先把那個 這個開發環境稍微打開 稍微了解一下Excel 我Excel我想大部分同學都會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城市的撰寫流程 賞